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菲菲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平时叠图的方法 然后首先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宝藏金字塔 你还给我配笑 我会选平时会比较用的常常用的就是11 还有14和15号 分别是我给大家找出来啊 11号15号 OK 我平时比较常用的是三个色号 11 14和15号 其实这两个色号用的会稍微多一些些 我先把我现在的口红擦掉 然后我建议大家涂口红还是要用唇刷 用唇刷会刷起来比较均匀和达到自己风唇的效果 我先试一下10号 10号给大家看一下有点点不一样 它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粉色 然后我们来跟一个这个吧 紫粉色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只涂紫粉色会比较重 这两个色号叠加起来我觉得会比较夏天清新的感觉 所以先涂一下这个 这是10号是吧 用这个淡的颜色尽量涂到嘴唇的边上 涂出来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好 这种是淡淡的粉色 然后再加上这个应该叫亮桃红颜色吧 这个是几号还是六号 就是那种咬唇妆 轻轻地点一下在唇刷上 唇刷粘的最多的往里面涂 涂完之后剩下的这个唇刷的颜色 在一点点的往外晕开 这就是淡淡的两个颜色 结合起来两者之间的淡粉色 那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如果只涂这个颜色非常的粉 实际上这个还要比这个再亮粉一点点 所以挑战不了这么强的色号的话 我觉得可以两者综合一下 这是第一组叠图的色号 一个是10号 一个是6号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这三个色号叠图的一个效果 一个是17号 一个是19号 还有一个是33号 同样也是先从淡的开始 就是肉色嘛 这个图完瞬间就像打底一样 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好的 就很适合唇色比较深的朋友 可以先用这个颜色来打个底 同样也是往外涂一点点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涂这个33号 它其实是淡淡的巧克力色 这样涂完就是有一种 比原本的这个颜色要再稍微的淡一点点 没有到那么巧克力 然后最后呢 再用这个最深的 这个系列里面最深的色号 19号 沾一点点 使用涂到里面 刷子轻轻的往外连接 这就是三个色号叠加起来的效果 我觉得有一点点 大地巧克力的颜色 我平时 我自己画的眼妆 还有我的腮红 和我可能穿衣服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是涂这样的颜色 可能就是单独的涂这两支 会稍微重一点点 稍微的综合一点点的话 颜色就会看起来比较自然 经常我都是这样叠涂 分别是17 还有19 还有33号 接下来是了第三组的叠涂 是有点亮橙色的这个感觉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16号 因为它本身 我选的这个打底的颜色 跟后面加重的颜色 是同一个系列的感觉 叠起来会比较自然一些 我的天啊 这个颜色单独涂也很好看 这好好看哦 这几号 这是16号 我觉得这个穿牛仔衣 还有穿纯白的感觉 涂也很好看 T恤牛仔裤子 都还蛮好看 这个是一个亮橙色 是20号 可能有些人 你觉得光涂这个16号 你会觉得太淡了 会显得气色不太好 像叠涂的效果就是 让这样这个颜色的基础上 再提亮一点点 这样子的话 整个感觉就是比较青春 可能很多人穿一身牛仔 或者是白T恤牛仔裤 会选择淡粉色或者亮粉色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粉橙粉橙的感觉 就是很元气 然后又很可爱 然后呢又有点小调皮 因为其实我平时可能化比较浓的妆 然后穿一身黑的这种情况下 我会选择这种亮橙色图 这两个颜色是我今天第一次的尝试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还蛮有效果的 最后告诉大家第三组的这个叠图的色号是 一个是底色16号 然后提亮是20号 那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比较适合夏天 单色图的这个是4号 大家如果觉得麻烦的话 就拿一只口红出门 个人推荐的是4号 11号跟15号都是我平时对比较爱图的 然后这个4号呢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 单色图的话 它没有很橙也没有很淡 我先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色号就是可能比我刚刚第三组 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叠图的这个色号 要再稍微深一点点 所以如果觉得叠图麻烦的话 我建议是这个可以直接图4号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对了还有一个忘了告诉大家 留下一个你们最喜欢的色号 然后点赞最多的前五名 拜拜